美國這個戰鬥力 是在它的文化的基因裡面 那華府就是一個大殺戮戰場 能夠在華府生存那麼久了 沒有戰鬥力老早下來了 對 他能夠起起伏伏 然後再一直有一個位置 那他本身就是不容易 美國人在華府 尤其在安全在外交這一塊 他不認為他是美國首都 等一下再講一次 他不認為他是美國首都 他認為是世界首都嗎 沒錯 他自我的定位 我是世界首都 我不是美國首都 他們管理是管理全世界 他們的思維就是全世界 你今天要國務院 他這個國家 這個國家不是不關我的事 這個國家歸我管 他是這種心態 所以他們的戰鬥力本來就存在 那你說他去控制全世界 他沒有謀略他怎麼控制 他的思維就是在控制著全世界 那謀略的話 中國現在是從一個中國自身 Self focus到一個整個全球化的一個國家 因為中國大陸化 越來越有多全球性的利益要保護的 所以他要有全球性的觀點 他的全球性的謀略 然後現在他的對手是一個 已經非常成猴的一個全球性的國家 他認為你在全球任何角度都在跟我挑戰 所以回過頭來 中國大陸 我覺得中國沒有謀略也不行 那今天說實話 我認為今天中國大陸跟美國的鬥爭 我覺得中國大陸又往上一層 但是跟自己本身條件已經比較成熟了 那就跟 就我今天就插手你傳統西方的事物 二無戰爭 我今天就管了 我過去我韜光養晦也好 我不結盟也好 可是今天這個重大國際事件 中國不就是管了嗎 這個就是謀略了 可是你看美國的回首勢 馬上布林肯就說 台灣不是中國的內政就可以解決 他修關全世界的利益 這一句話的意涵就是針對中國插手 美國西方傳統核心的 地帶的核心利益的 可能美國的第一個起手勢 所以兩邊不是就在鬥利益鬥智 聽大使講這外交的裡面的 所有的邏輯這樣剖析 就是精彩 你看我覺得你剛剛一比喻 就讓我馬上一點就通 我想到很多企業的高管 或者是電視台的高層 哪一個活下來的不是高手 當然 像我們活不下去 就只能過來搞直播 自己做自媒體 中國現在不是用拳頭在辦事情 美國是用拳頭辦事情 比如說美國對德國 當時這個蕭茲一上任 布林肯 拜登叫他去北 拜登叫他去了華府一趟 那個記者會 拜登就下命令 他說你那個北溪 如果俄歐打起來 那個北溪就沒有了 那個是這樣子的方法 那請問他要溝通嗎 他不要溝通 他要執行力 對我可以twist your arm 我可以把你扭你的手背 那我就不要溝通 大使你講到重點 我力氣夠大 我強調的是執行 我看結果 對 但是你以武力服人 對 以力服人 那你前面是溝通的話 你就必須要有 以理服人 你必須要有力有力去說服別人 所以溝通執行力 你可以把它當兩個層面來看 但美國始終用的是力氣 美國事實上外交是比較好辦的 我認為 那就是說美國的外交就是說 基本上它工具比你多 對 因為國與國之間的話 要不然就是 還有貨幣有武器 對啊 要不然你就死得出錢 中國現在是拿得出錢 那可是你說用拳頭的話 中國還是 不是略信一筹 還是在全球性的範圍 中國沒有這個死拳 死出拳頭的這個本錢還不夠啊 那就要靠 這個這些 張情疏疑之輩啊 要靠三寸不爛之蛇啊 就要溝通啊 要能夠說服人家啊 大使我 我跟大使也認識一段時間 我知道他的背景 俗稱書香勢帝 但也不算是像 不是像布林肯這種含著金湯匙的 對對對 所以借伯伯以前也是帶著您有住過宿舍 對對對 我們是斯大附中宿舍 我覺得美國的外交 基本上他們比較 比較怎麼講呢 他們會比較急 急 對比較急 其實他們有任期 對就是任期 所以他沒有辦法很多事情 強調一些大原則 然後有耐心的去執行 所以他們很多事情 他就缺乏那個耐性 你知道以前在這個 我在曼谷服務的時候 那個時候在 我會發覺原來有一個 就是說Political Officer 一個也不是一個Club 就各國大使館 Political Officer的一個Club 大家比如說每個禮拜五 下午五點 在哪一個旅館 哪個廳聚會 大家就自己去買啤酒 在那邊聊 是 我看到所有西方國家的外交官 都在complain 他們說不曉得 這個跟這個 泰國人打交道太困難了 那我就發覺 我就要發覺就變成說 為什麼困難 那我自己跟泰國人相處了兩年 一兩年下我就發覺 最後一個差別 耐性 耐性 西方人他們所有的這種處理事情方法 他沒有辦法跟你磨三天 而且就在那邊喝酒 言不及義 在那邊東東西弄 就不談正題跟你磨三天 通常西方人可能三個小時以後 他要不然就放棄了 要不然他就已經投降了 所以這個就是我覺得是一種文化的差異 那泰國的外交是很厲害的 最後你發覺是他的意見 最後他可以主導 因為他最有耐心 等你們大家都沒有耐心的時候 他就出來主導事情 所以你剛剛提到像布林肯 如果說講短板的話 就是也跟一任期跟文化都有關係 你像美國現在這個外交跟國防特色 就非常短短視 對不對 中國如果長期來撐下五年到八年 美國現在將來五年到八年 美國的整個客觀實力就不夠了 那個就要變了 可是在這個時間上 你就是要能夠怎麼講 要能夠有韌性 然後有耐力 然後比這個韌性比耐力 可是美國的政策官員的話 他沒有這個韌性跟耐力 不是因為他本身條件不夠 而是他的政治體制 必須要短時間做很多殺雞取暖的事 那今天美國演這個氣球事件 對美國是有幫助嗎 沒有幫助 全世界發覺美國已經怎麼講 已經把這種外交當作內政的一個 延長的一個遊戲 以後人家碰到事情 就不會認真跟你去相處 這對美國的整體國際的形象跟信譽 是一種傷害 可是美國人知道 拜登政府也知道 這個布林肯也知道 可是他還要玩下去 因為為什麼 他眼前有選舉的壓力 我覺得很多大國之間到了最後 跟文化是有很大的關聯性 這也不能說到底誰好誰不好 因為自己博得美國朋友也非常多 他們講的事情就是 你可以很直撩當 不會有時候像華人必須 要揣摩對方的心境 要想半天我要送什麼禮 要很客氣幹嘛 老美就直接跟你講 我有個歷史 我要十個禮物 你可以去沃馬幫我挑 就很直接了當 對對對 所以人家說美國人喜歡球類 NBA可以理解 每次蓋來就可以理解 他們居然會看那麼慢的棒球 這不理解 好像應該不是美國人的球賽